极端气候现象近年来越来越频繁 为了预防台风豪雨所带来的灾情危害 以及减轻土石流灾害 今天上午双溪公所特别在双溪平林里 进行了一场防灾演练 而今年的演练规模更甚以往 公所方面希望加强演训过程中 有效提升公部门人员与辖区民众 对于天灾来临时的应变能力 带您来看看现场状况 双溪地区多山多丘陵 台风豪雨来袭时 若即使雨量过大 都很可能会发生灾情 为了加强防汛与减灾 双溪公所特别扩大这次的 时训防灾演练 今年我们选在平林里 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的平林里跟母丹里 获选为我们市府的防灾社区 那么刚好这个平林里这边 要慢慢进入到 他们整个的演练的高峰期 所以今天挑在这个地方来做演练 那么投入的人员也有一百多位 自主防灾演练 这个公平对我们平林里 所有我们在乡亲 大家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平林里这里 尤其在我们演练的龙中的 这一天参与的演训单位 除公所及锦销外 平林里全里及水电电信等单位 和救灾小组也都加入了演训行列 演练过程模拟了各种状况 包括了伤患救护 灾民安置和电力抢通等等 平林里长黄天松就说 李明门在这场实际演练后 对天灾减灾工作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真好 真好 有什么呢 就这样让我们大家 这样知道怎么走 做方法怎么走就对了 我们实际上你如果淹水 还是土石流对我们很有帮助啊 那感谢相公所 感谢区公所 那么今天演练的状况 总共有11种状况 从这个土石流的灾害的 这个警报发布 到我们的疏散的撤离 到收容所的收容安置 这么一系列的这个程序 演练下来大致成效良好 那么也希望说 这个天灾当成不来最好 但是如果说真的有灾害 会发生的时候 那么我们希望把这些的概念 能够内化到我们的观念里面 现在这几年也有红胎 有的火水刚才来说 不过也要让所有文贼里面 知道红胎如果真的来 发生这个土石流这关情 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 有很多的威胁就对了 透过这边的演示 跟我们的民众 这里的大家投资 我相信会让我们所有的里面 本身如果说红胎来 就会提高的建策 双溪区长刘欣明还表示 透过这样实作防灾演练 有效的结合各单位的横向互动 救灾应变能力 好让灾情一旦发生时 就能保护好民众们的生命 及财产安全 要让灾情减到最低 记者李一帆双溪采访报道